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星座物 射手座也许是十二星座中 最不适合古老婚姻制度的星座 它们好高无远而富有责任思维 厌恶流苏而有时候显得有点愤世嫉俗 不拘小节而常常神经大跳 很善于同人分享 但却绝对不接受妥协 凡此种种都是世俗婚姻的绝佳杀手 鉴于婚姻是长期关系的事实范本 有人提出也许并不进入围城的严肃关系 会更适合桀骜的人马兄弟 也许吧 只不过这样就把高难度的挑战扔给射手的伴侣 亲爱的 你们需要掌握江神而不要勒得太久 提供适合的精神与物质养分 基于适当空间而又要有亲密的互动 确实是数到难 难于上青天 但有一点是基本确认的 与一枚射手坐在一起 你需要非常非常独立才可以 类伯拉图指的并不是无形 而是更强调关系中的精神默契 三观统一 更何况有时候 他们真的只需要形而上的抚慰 而吝啬的 不太想给出凡间的幻爱 射手座 一个以浪出名的星座 在感情上更是不羁 随心所欲 他们就像风一样让你抓不住 那有人就好奇了 射手座适合怎样的恋情呢 什么样的恋爱才是最符合射手座的 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射手座的感情世界 射手座还真是一个不好把控的恋人 适合他们的恋情在绝大多数人眼里看来都不算是什么恋情 好像关系也只有普通朋友那种程度 因为射手喜欢自由 想要有自己独立的空间 就算是谈恋爱 面前站着和自己最亲密无间的恋人 那他偶尔的也想要有一点自己的空间 他不希望因为恋爱就让对方绑架住 不能打着爱情的名义来侵占他的私人空间 所以适合射手的恋情 必须是轻松的 自由的 对方要非常尊重射手 非常懂得射手才可以 不然的话 两个人很容易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吵得不可开交 射手的恋人要理解射手为什么想要保持相对的自由 要理解射手为什么还想要有自己的空间 其实射手是不会故意隐瞒什么事的 但是他每一次说出自己真的想去干嘛的时候 你跟他生气发火 那么他以后可能就会跟你撒谎了 他想要做什么事一定有他自己的原因 如果你不能理解 那请你保持尊重 不要让他觉得每天陪在他身边的人一点都不懂他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